他能不能講那是另外一個 我現在在講歷史的事實的部分 那我們在講說 很發生在很多人身上的故事 包括臺灣大多數人家庭 我舉我自己為例 我阿公出生的時候是日本人 我爸爸出生的時候是日本人 有十萬左右 不只 當時臺灣六百萬人出生 都叫日本人 他不一定規劃日本姓才叫日本人 沒有 後來只有 他就是日本國的 只有二十萬改 那是黃民 那是黃民 但是黃民跟日本 只有百分之二 不是 富大哥 黃民跟日本國的國民是不一樣的 當時臺灣六百萬人一出生 他都叫日本國的國民 他不是黃民 他不一定說 改日本姓的那個叫黃民 我爸爸後來讀小學之後 國民黨來了 變成這個中國人 我出生的時候 被教導要做一個這個活活潑潑的好學生 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等到我長大之後 我發現我自己是臺灣人 我媽媽是在一九四五年 民國三十四年那一年出生 他沒有受到日本教 他出生就是就是臺灣人 可是他有個日本名字 因為那個時代 臺灣大多數的家庭是這樣的歷史背景 那我在講有一個人叫李光輝 我不曉得大家還記不記得 躲到山裡面 對我們年輕的時候 這個人很有名 我想富大哥一定有印象 他是被日本徵兵到南洋去打仗 後來在叢林裡面打仗 但是他不知道 因為斷絕通訊 因為他跟外界斷絕 他不知道日本投降 他不知道戰爭結束了 他還在叢林裡面打仗 打了三十年 後來被發現之後 回到臺灣 當時很轟動 我為什麼舉李光輝這個例子 他在叢林 南洋叢林的那個三十年 他的自我認知裡面 他是日本皇軍 他在幫日本人打仗 他的概念裡面 沒有中華民國 也沒有臺灣 所以我覺得 和普正西一樣 對 這個歷史的感情 個人有不同的感情 我覺得我們大家可以互相尊重 因為臺灣 他本來就是一個多民族的熔爐 我們身上有很多不同的學藝 所以我們身上 不是只有漢人的學藝 我們有可能有西班牙 可能有荷蘭人 有平埔族 甚至還有阿拉伯人 還有蒙古利亞族的學藝 這是我們 我們是本來 這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 那每個人對歷史的認知會不一樣 站在李登輝那個年代 李登輝是一九二三年出生的 那個時候他出生 他的確是日本人 我覺得這個 他講的這個部分 他他並沒有講 對這部分我要請教富大哥 他出生的時候是日本人 沒有錯 但你認為他身為一個總統 他不能去承認 他當了中央民國總統 我跟你講 他不能承認 現在全亞洲 這個就是根據美國的調查 反對就說日本 不好的是中國是90% 韓國是77% 台灣是最末的一個 台灣就說 一直懷念日本人統治時代 但是韓國人被日本統治更厲害 韓國人是當時家務戰爭 割讓台灣然後讓韓國獨立 獨立之後日本人去佔領 佔領以後去奴役 讓他們當日本兵 也是參加二戰 現在的韓國人 有講說他們是為祖國而戰嗎 OK 不懂你的意思 沒有 我沒聽過 現在你問韓國人 他仇日仇的 當時因為韓國人 不准有鐵器 不懂 家裡炒菜的時候 一個巷子口掛一個菜刀 切完了再回去 怕暗殺日本人 那是鎮壓政策 富大哥 台灣也是受到這種鎮壓 你有沒有發現 韓日情節跟台日情節有點不一樣 韓國人跟日本的關係 跟台灣跟日本的關係有點不一樣 有 台灣就是有差不多 3%的人換了日本名字 2%的人當了日本兵 當了日本兵以後 但是有些是強迫的 也是不願意去的 慰安婦怎麼沒有日本人呢 為什麼都是台灣人和韓國人呢 為什麼你還講慰安婦是自願的呢 NO 這簡直是欺負人嘛 對不對 柯姐 慰安婦是有日本人記載當中 但是日本人因為那時候他們從風月場所裡面去找嘛 那因為最近我訪問過 婦女救援基金會的這個蘆葦之歌啊 他的監製啊 這個所以 而且我訪問過阿桃阿嬤 我是第一批婦女救援基金會 他們請慰安婦出來面對這個陽光的時候 我在我的廣播跟我的實際的節目當中訪問 我親自訪問過阿桃阿嬤 當時對我的震撼是很大的 慰安婦因為日本的風月場所的女人不夠多 所以他們才在文件當中要求 他的殖民的地方去找這些慰安婦 所以日本的軍國當時對於女性的虐待 對於女性人權的摧毀 這個是絕對應該我們大家的踏法的 但是李光輝為什麼我要講 因為李光輝這個新聞是在我人生當中很大的震撼 那個時候我讀大學四年級 我有一個老師非常有名 她是英允彭小姐 她現在是天下雜誌的創辦人 她在新聞界的資歷很長 那個時候她是我的英文老師 她也是UPI合眾國際社組台灣的記者 有一天她們來上課 然後隔一個禮拜她來跟我們說 她做了一個獨家 叫做李光輝的專訪 你知道李光輝那個新聞在台灣 是那時候沒有SNG 那個就是一個用類似現場的報導 然後我們的老師 英老師 她因為是美聯社的記者 所以她可以抽脫歷史 她去做了專訪 當她做這個專訪的英文專訪出來之後 我才發現原來我所生長的這個地方 在1949年以前有人住 而且這些人還以為他是日本皇軍 而這位日本皇軍在叢林裡過了有多少年 大概有二十 差不多三十年 將近三十年 因為那個時候是1975年左右 對 沒錯 我當時很震撼地發現 原來不是所有的台灣人 不是所有的台灣百姓 都跟我爸爸媽媽一樣要反攻大陸 要把我們的國旗放到南京去 那時候我已經讀大學四年級 我要講這個的意思是說 對於台灣人而言 我們的這個國家的發展 現在台灣過去是日本之名 後來是中國國民黨來到台灣 變成中華民國台澎金馬的時候 每一個人都有一個斷裂的歷史 這個斷裂的歷史 不可以傷害我們現在的二十幾歲的孩子 今天早上我問我的電台的製作 他們都二十五歲左右 我說你們對於這個祖國論有什麼看法 他說歷史的歸歷史 請你們不要把你們的老一代的恩怨跟血腥 在我們身上來吐口水 我接受 但是李登輝先生 他的投書裡面講到的是講二戰期間 他不是講現在的台灣 他說二戰期間的台灣人 跟日本人是同一個國家 對當時的台灣人而言 日本才是祖國 他講的是那一段 1937年到1945年的那一段時間 的台灣人就是日本人 那對親日的人來講 日本就是祖國 可是也有一些人是親中華民國的 比方說有參加抗日的 而且還有史明 史明有抗日的 台獨大師他是抗日的 他不能有天概全 不是他自己立場 把所有人都賣掉不行 他是講他自己的歷史經驗 我尊重你的歷史經驗 他們也尊重李友邦的歷史經驗 史明也有歷史經驗 史明是抗日的 代表中華民國 蔣委員長的那個國家抗日 還有一些人是怎麼抗日的呢 歷史記載裡面 他們是去幫汪精衛政府抗日的 所以那個時候的 你不能用 我們現在可以不要用價值判斷來看歷史嗎 如果我們要好好的討論的話 我講我的詞可以 你不接受沒關係 請你尊重我的發言 雖然你年紀比較大 但是我們在發言的時候 各自有各自的空間 我比你採訪的經驗多 我是一輩子做媒體 你採訪體育社會 我採訪政治 我的政治社會經驗很多 我寫過李登輝的書 我採訪過非常多的領袖 所以政治新聞我非常的深入 而且我自己也在學習當中 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一段歷史的史實 歸於台灣人 他在那一段歷史裡面 他們一個社會現象 或許你的街坊鄰居裡面 有一個是去參加中華民國抗日 右邊是參加滿洲國 維州 維滿 維國什麼 維政權 汪精衛 維國抗日 那有一個他是去為日本政府抗日 這些都可以從歷史上面交代下來 這就跟1949年以後的外省人分兩批 我爸爸是選擇他怕共產黨殺他 所以他跟我媽媽兩個人 就從1949年分別就來到台灣了 那可是我爸爸的堂哥 他選擇留到了回到山東 對不對 那在那一段的 你是山東人喔 對啊 在那一段的歷史裡面 那一段的歷史裡面 那些留在大陸的這些人 是被清算的啊 因為你跟國民黨有關係啊 是有血腥的悲哀的歷史的啊 那這兩批人的認同也不一樣啊 外省第一代裡面不是每一個人 都是認同中華民國啊 也有人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啊 也有人認同共產黨啊 可是後來中華民國的將軍們 許立農這些人 他們是帶著我的爸爸這些人 來到台灣的啊 對不對 然後要殺豬拔毛啦 要反攻大陸啦 我從小是接受這個教育啊 可是後來這些人 在兩岸和解之後 他又回去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共產黨人握手啦 那你怎麼去計較他呢 很多台灣人也去啊 不是 那身分不同嘛 那他現在拿的是 中華民國的退休的年金嘛 他是過去的將軍嘛 那他的角色跟一個李登輝 拿這個總統李玉不一樣嗎 如果李登輝的李玉要被刪除 那這些傢伙到大陸去跟共產黨握手 去跟胡錦濤握手 去跟這個習近平握手 在中南海跟這個對岸的共產黨的 黃埔軍的學生們 搞在一起的這些人 是不是要刪除他的年金呢 我講的是歷史的事實耶 我講的是歷史的事實耶 我的父親在開放探親之後 他跟我說我不要回大陸 因為我恨共產黨 共產黨把我的媽媽給炸死了 我的父親葬在這裡 我的父母都站在這裡 我為我父母為好啊 我父母一點都沒有 背離他反共的立場啊 不是你回過大陸沒有嗎 每一個人的歷史背景不同 我在大陸讀過北京大學 光華管理學院的EMBA 你跑那學共產民主義的嗎 我是台灣人 我是台灣人 我認同中華民國 沒有台灣國中華民國人 我是台灣人 我的護照是中華民國 對啊 你的身份量也是啊 我的國家是中華民國 但是我是台灣人 沒有台灣國 我不是講台灣國 中華民國人 我身邊就拿在這裡 唉 這跟今天台灣人的主題 不要亂講嘛 要是把事實拿出來嘛 我是台灣人 我拿的護籍是中華民國 我到大陸去讀書的時候 我是台胞 我在大陸的同學裡面 沒有人把我當山東人 所有的人都把我當台胞 所有人都把我當台灣人 真實的經驗告訴我 把我父親從哪裡來 台灣人就是中華民國人 我就是台灣人 我是先是台灣人 我的護照叫中華民國 你台語講的好嗎 可以講嗎 你是開始五級台灣人 我是中華民國人 但是國際人 我是台灣人 我在下一代都是台灣人 講中華民國人嘛 你們不要把自己的歷史的價值 講台語嘛 不對嘛 歷史的恩怨 放在下一代身上 布大哥 歷史不能不講事實 你去中國的時候 是拿台胞證 還是拿中華民國護照 我拿中華民國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你拿中華民國護照嗎 王貞智是旅日棒球 不是 我請教你 他不拿日本的護照 所以王貞智我很佩服他 聽我講完 他自己拿中華民國護照 他的兒子後代也拿中華民國護照 對啊 這才是真正的中華民國人 那你去中國的時候 拿中華民國護照 還台胞證 我去中國 隨便拿中華民國護照啊 真的假的 拿中華民國護照 當然中華民國護照 我告訴你 我沒有台胞證 我告訴你 真的 我去中華護照免簽嘛 你回去是拿什麼 我們是台胞證 他是拿台胞證 台胞證拿 台胞證 怎麼可以拿護照 我跟你講 我在大陸讀了兩年書 讓你有特權啊 我拿中華民國護照 真的 讓我們請保 我該講的講完好不好 他你回到大陸就幹嘛呢 你講那麼多 我告訴你 我在北大讀書 我是山東後裔 但是 所有的山東人 都不把我當同鄉 我是台灣同胞 我是山東人 我本來把你當同胞 在大陸 我們都是台胞 你願不願意跟我沒有關係 請你尊重歷史 我是台灣人 你尊重歷史 你是中華民國人 中華民國護照的台灣人 對 什麼中華民國護照的山東來的人 我爸爸山東人 我在台灣生的台灣人 請你尊重我的身份證 我的身份證是台灣一樓人 那你為什麼講 我的身份證也是 文正 我說實在外國後 傅達安先生 我們從小就很佩服他 轉播球賽這些 不過我說實在 剛看我是有一點 對小時候到現在的印象 有點幻滅 不過我倒是很樂見 傅先生剛才 在周玉寇小姐論述的時候 他一直在旁邊罵 甚至叫囂 因為傅先生讓我們看見了 這就是中國大中國 漢人的本質就是這樣 不尊重 不要我爸爸不是這樣的人 什麼叫不尊重 因為我們台灣要追求的 多元的價值 我們講過 在課竿為題的那些學者 那些大中國的學者 你看他在我們台灣 像大中國我15歲來台灣的 他也沒辦法回中國去 結果在台灣 我們台灣給他們教職 給他們發表他們那一些 所謂他們自認為的學術 跟論文 我們都接受 我們接受這樣的言論 只是這些大中國的言論 已經不是我們現在台灣民意的主流了嗎 那個文哲 中國的定義太大太廣 中國的定義是怎樣的定義 地理的中國還是歷史的中國 還是文化的中國還是血緣的中國 沒有錯 我們早就承認 我們台灣的血緣 甚至文化有相當一部分 是中國 是中原文化來的 沒有錯 可是在政治上 我們現在就不是中國 不是嗎 不是 當然是中國 是中國民謀 該我們的時間 該我的時間 OK 我是認為這樣 現在民生凋庇 股市狂跌 那樣馬英九跟國民黨 除了罵李登輝以外 他還有什麼方法來選舉 所以他們要謾罵李登輝 其實我是可想而知 好不容易找到一個出口了 可是我在這邊很清楚的 第一點 誰說我們台灣 說台灣人講的說 日本是我們的祖國 台灣人什麼時候這麼講 從來沒有 從來沒有 那麼第二點就是說 第二次世界大戰 現在的所謂中華民國也要 整個大中國也要 不是為台灣而戰 因為當時的中華民國 當時的中國 很多地方 有將近三分之一的土地 所謂的淪陷掉 這個東北九省 你是華中華北 甚至一直一路以來上海 整個就通通都是 所以他們為了他們的生存而戰 這是對 他們為他們的民主而戰 這是對 這好像我們台灣 現在為了我們台灣的自由 我們台灣的尊嚴 那麼我們不惜跟中共講清楚的地方 就是在這裡 我們甚至覺得中共一再的用飛彈 用戰爭來威脅 這是很可恥的事情 第三點 事實上如果大家歷史要論清楚 其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創辦人 毛澤東跟中華民國的國父孫中山先生 當年他們都是主張台灣要獨立的 你去看孫中山先生來過台灣 記載的有兩次 包括飛記載等於加起來四次 住在那個中山北路 對 他在台灣他的演講 因為我們台灣同胞很支持他 主張的一些觀念 支持他的革命 甚至捐錢給他 所以他跟我們台灣同胞 他是說 他看台灣數百年來的命運 是這麼悲慘 那麼被這麼多國家 強權民族殖民過 所以孫中山先生 他跟台灣人承諾 他說有朝一日 他在中國革命成功 他也要幫助台灣要獨立 那1928年 毛澤東先生寫了一本叫 新民主主義 他在那裡面講 他說基於民族自決 基於弱者起來反抗強者 他說他支持台灣應該要獨立 所以不論中華民國的創辦人 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創辦人 在當時他們革命的理想 他們的觀念當中 他們很同情台灣 他們認為台灣人應該走自己的路 這是非常清楚的事情 那至於說 李登輝先生為什麼會有這一番的談話 其實他講出我們老一輩台灣人 甚至我們現在年輕一輩的 對這一部分的歷史也很尊重 就是說我們台灣人 整個台灣跟日本 其實有很多錯綜複雜的恩怨情仇 我們有被他們殖民 我們有被他們殺 我上回講過我外主婦張榮東 他們那個 他們那個文化協會 他們是被日本人長期破壞的 可是台灣也確實接受過日本很多好的東西 包括他在我們台灣 包括鐵路 電器 所有這些基礎的建設 水利建設 這個不可否認 包括我們台灣 後來在二次大戰之後 經濟能夠有立即一些基礎 我們的機械工業很強 這一個部分 我們的基礎的鋼鐵業 這些技術 其實過去日本在台灣 做了蠻多這一部分很成功的教育 還有他們對於這個掌幼尊卑的這個教育 我父母親他們那一輩在世的時候 我的印象 我父母親他們那一輩受日本教育 第一個他們一輩子 第一個他們絕對不說謊 第二個他們對人都很客氣 寧願自己吃虧都幫別人想 都有幫別人想 第三個掌幼尊卑 我父母親最後一次見到他老師的時候 八十歲 他老師九十五歲了 在老師面前 他們還是畢宮畢敬 跟小孩子一樣 就是說這個 這個是日本教育很成功的地方 所以這一部分的恩怨情仇 我覺得現在我們政治圈大家應該要尊重 尊重這就是我們台灣現在要求的 我們希望說這個文化的尊重 人權的尊重 人格的尊重 那麼至於說 為什麼台灣現在是親美 有日和中 因為美國跟日本沒有說 台灣是美國的一部分 日本更沒有說台灣是日本的一部分 美國日本都沒有說他要併吞台灣 現在說要併吞台灣的是誰 是中國這個霸權 台灣捅不了也讀不了 是因為四個老美 要不然阿扁當八年總統為什麼不獨立 我希望蔡主席當了趕快獨立 OK 對不對 你為什麼要維持現狀 現在是中共要破壞現狀 不不不不不老美不呀